普京的头号幕僚 在这次的乌克兰战争当中 应该说是大放异彩 非常准确的领会 普京心里想表达 但是又说不出来的话 俄罗斯外交呢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战狼 是吧 其实他们都是普京的左膀右臂 代表了普京身上的四种角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主天下 我是张写松 我们又见面了 上一次我们开启了一个小小的专题 就是俄罗斯普京的所谓的战时四人组 咱们讲俩人 一个是梅德维杰夫 另外一个是邵伊古 这次咱们讲另外俩人 都是擅长于在什么呢 特别在战争状态下 释放非常强硬的声音 当然是代表了普京 代表了俄罗斯政府 是谁呢 一个是佩斯科夫 另外一个就是拉夫罗夫 这俩夫我们要重点讲一讲 佩斯科夫这次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我们看留着一瓶小胡子 长着一个典型的斯拉夫人 的这个相貌 他呢跟普京的关系非常好 他的官方职务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第一副主任 而且是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 您别觉得这个秘书啊 就是写写画画的人 那可绝对不是啊 新闻秘书那可太重要了 我给他几个这么一个形容词啊 他相当于是普京的造型师 化妆师 塑形师 他还是普京的喉舌 作为一个新闻秘书 他有这样的职责 他第一个呢 要替总统发声 作为总统的发言人 这就不用说了 他确实呢 在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 佩斯科夫呢 经常是冲上第一线啊 替老板说话 然后呢去剑指西方 或者说怼西方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还要了解老板的心意 就是老板想说 说不出来 或者老板的作为总统 很多时候他不适合说 以他这个身份 不方便说的这个意思 需要他准确的领会 而且能够准确的去传达给外面 而且还要让他的目标受众 比如说西方 能够听得懂 听得明白 这个非常不容易啊 另外呢 他确实还要说什么呢 还要明白 老板心里头想的是什么 要把老板心里想的这些东西呢 能够完完全全 准确的去领会 然后再传达出去 所以我们看 佩斯科夫就有这样的本事 他在普京的身边 时间很长了 而且呢 他进入到克里姆林宫 其实是非常偶然 他以前呢 是学土耳其语的 最开始呢 是在俄罗斯的外交部 偶然呢 是给叶利钦这时代 当了一次土耳其语的翻译 后来呢 叶利钦发现 这小伙子很有培养前途啊 经常是什么呢 话写为仪 就开始重用他 然后呢 他要给当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 当土耳其语翻译 普京一下就赏识了 就这小伙子呢 确实很灵力啊 当这个新闻秘书呢 脑瓜儿领 眼疾手快 有眼力见 而且呢 要确实懂领导的心思啊 这不是拍马屁 那么确实呢 他跟普京走得就非常的近 到了这个08年 一直到了12年 把他提拔为什么呢 办公厅的第一副主任 兼总统的新闻秘书 你看 他真的就成了普京的喉舌了 他怎么成为喉舌 我们可以领会一下 通过这个佩斯科夫啊 在乌克兰战争当中 他说的几句金句 比如说 现在拜登啊 是经常是口出狂言 去怒怼 甚至是怒骂普京 拜登称普京是什么战争贩子 说他是屠夫 还说呢 他不能再继续掌权了 等等 这个话呢 是很有失一个 美国总统的身份的 变成了泼妇了 那么是 佩斯科夫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这么说 说呢 我对这个拜登的言论啊 感到很惊讶 因为拜登呢 曾经是1999年 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的拥护者 不管怎么说呀 一个国家领导人 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我们看 佩斯科夫 作为这个普京的首席发言人 他说话呢 跟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拉夫罗夫啊 扎哈罗瓦 跟他们不太一样 他并不是铁齿钢牙 没有那么去应对西方 他说的相对比较温和和冷静 你看 这就是普京最信任的人 佩斯科夫 他表现出来的相对的理性的态度啊 另外呢 拜登说普京不能继续掌权了 佩斯科夫是这么回应的 说拜登无权发表这一言论 俄罗斯总统啊 应该由俄罗斯人民来选择 这个话说的也是比较理性的啊 还有呢 有记者就问了 说那个泽连斯基 不停地给自己发视频 而且是演员出身嘛 说普京啊 能不能也发点他的工作视频啊 大家都想看看 这个物战开战以来 处境是怎么工作的呢 哪怕你射成静音都行 结果佩斯科夫呢 轻描淡写了说一句话 说他是总统不是演员 这句话一下就把泽连斯基 给怼了是吧 我觉得整个这个佩斯科夫的 这个风格啊 并不是非常的犀利啊 也不是说嬉笑怒骂 去怒骂西方 他更多的是比较中和啊 比较缓和 比较理性 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当然呢 他是普京的头号幕僚 或者是普京的首席发言人 他的位置决定了 他不可以像俄罗斯那个扎哈罗瓦一样 铁嘴刚压 我必须要去怼西方 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职位 决定了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角色 那么佩斯科夫的分量是很重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 普京呢 每年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 长达四五个小时的纪留会 这个会是谁策划 谁发起的呢 就是佩斯科夫 那他是新闻秘书应该做的 而且呢 确实佩斯科夫是在所有的细节上 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啊 现场的哪些媒体 问什么样的问题 现场的传声设备啊 音响设备等等怎么样 反正呢 确实要让老板绝对的满意 我们看在一个细节上 佩斯科夫都是非常非常了解 他的老板的 比如在美国大选期间 他就这么说 普京没有谈过自己的偏好 他只说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这话说的还是非常的客观的 另外呢 他还说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谴责苏联跟希特勒德国一样 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是犯下了大错 佩斯科夫说 这个话不仅刺耳 而且还重重的刺痛了普京总统的心 你看他把总统把老板的 整个的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另外他还说呢 说没有人会允许美国站在强势方的立场 跟俄罗斯谈话 因为这绝对不能够容忍 等等吧 我们看佩斯科夫作为普京的首席发言人 他确实把握火候 把握得非常好 为什么说他把握火候非常好呢 他必须要在理性和感性 或者在辩护与反击 另外呢 在强硬和中和温和之间呢 他要选择一个中间线 不能跨得太远 跨得太远了 你就背离了你作为一个首席发言人 和总统喉舌的这么一个角色了 这就是佩斯科夫 一个成熟的政客啊 跟普京时间非常长 对普京的意图呢 心领神会 而且深得普京的信任 所以呢 他确实在这次的乌克兰战争当中 应该说是大放异彩 很多的时候 他是即使在箭条西方 同时呢 也非常的准确的表达出了 普京和俄罗斯总统的立场 这是第三位啊 第四位呢 拉夫罗夫 他跟佩斯科夫呢 正好相反 如果说佩斯科夫相对来说 比较克制 比较低调 比较含蓄的话 那么拉夫罗夫呢 真的就是见在弦上 而且经常是什么呢 确实是对外失望出了 俄罗斯最强音 当然这是他的外交部长的身份决定的 我们要说一下 拉夫罗夫是2004年上任 到现在为止18年了 是目前世界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外长 当然 他还有一位他的老前辈 就是在苏联的 葛罗米科时期 葛罗米科是什么呢 当苏联外长当了30多年 一直从赫鲁晓夫 当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 也是因为苏联有这个传统 就是外长呢 不轻易换人 因为你最了解国家的意志 国家的外交立场 这方面呢 不损你最高领导的更迭而变化 所以呢 他需要相对保持这个延续和稳定 那么拉夫罗夫呢 跟他的几位前任 特别是俄罗斯独立之后 叶利钦的第一任外长 叫做科吉列夫 那是一个典型的亲美派 非常非常的亲西方 但是后来呢 面临着现实的铜墙铁壁 比如说北约执意的东扩 不顾俄罗斯的劝阻 不顾俄罗斯的感情和他的地缘利益 执意的东扩 等于是现实重重的打了 科吉列夫 俄罗斯外交的耳光 所以俄罗斯外交呢 被迫转向 从一方一边倒的亲西方 变成了双头鹰 特别是首先发展什么呢 后苏联空间 发展跟他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 从科吉列夫到普里马科夫 后来呢 到伊格尔伊万诺夫 这是在普京时期 但是普京还是觉得不太够 普京说这么一句话 说我们的外交官啊 不要像那些欧洲的外交官一样 在这个秘食里面喝着香槟酒 看着喷云涂物 或者看着非常优雅的 谈论一些秘食政治 他说我们的外交要打开窗户 要敢于说狠话 要敢于去反击我们的敌人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战狼 是吧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我觉得拉夫罗夫 应该就是俄罗斯的首席战狼外交官 当然这个战狼没有任何的贬义了 因为对普京来说 对俄罗斯政权来说 他其实需要这样的战狼 就是能够坚决的代表俄罗斯的立场 和国家利益 坚定的对外发声 而且该反击的时候 就一定要反击 我们看这个拉夫罗夫 是不是做的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狠 最近的一次 那么在开战之前 当时是英国那位女外相 叫做什么 叫特拉斯访问俄罗斯 特拉斯从来没有搞过外交 是一个纯粹的生手 但是越是这样的生手 而且是个女性 越希望什么 越希望表现得更强硬一点 甚至比男性还要更强硬 所以他说了很多非常不客气的话 但是他面对的是谁 面对的是从事外交 已经有50多年的资深的职业外交官拉夫罗夫 拉夫罗夫心里头根本就没把这个特拉斯放在眼里 所以在记者会上 拉夫罗夫是毫不留情 一点都不给面子 他当着特拉斯的面就说 说我跟他这个会谈 相当于就跟一个笼子和哑巴说话 那就是对牛弹琴 鸡同鸭讲 确实谈不拢 当然了 后来乌克兰战争也爆发了 那么俄罗斯跟整个西方的这个关系 一下降到了冰点 拉夫罗夫作为从苏联时代走过来的 这个资深的外交官 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呢 如果我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觉得最尴尬或者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在苏联解体的时期 我们有很多人发挥了非常非常不光彩的这样的作用 为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这话说的是谁呢 可能就是指的苏联解体 俄罗斯刚刚独立 像科技列夫这样的一帮亲西方派 他们围拢在叶烈钦的周围 一味的亲西方 甚至有很多人是被西方利益集团所收买 那么他们执行了这种片面的亲西方的政策 最后到发现是什么呢 弄得一个灰头土脸 俄罗斯是骗法不归 什么都没有得到 最后被迫去转向 才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俄罗斯和西方美国北约步步对峙 然后到今天如此敌对的这种关系 所以一个政坛的老人 72岁的拉夫罗夫 在现在去感叹苏联 他也许跟他的老板普京 有相似的情怀 就是他们都有浓重的苏联情节 他们也希望俄罗斯有朝一日 能够重新崛起 重新壮大 好的 上一期跟这一期呢 我们讲了四个人物 从梅德维杰夫到少伊古 然后到这期我们讲的佩斯科夫和拉夫罗夫 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代表了普京身上的四种角色 既代表了普京身上相对理性稳重的一面 也代表了普京咄咄逼人 异常强硬超乎常人的那一面 其实他们都是普京的左膀右臂 他们也都执行了俄罗斯政府 特别是普京政府的这样的职能 他们在现在的乌克兰战争当中 在各条战线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当然还是那句话 我们并不了解客工真正的决策的内幕 这四个人可能更多的是外界 聚焦于他们 曝光于他们 那么至于普京的工作班底 普京的团队 尤其他们在战时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来讲述 继续为您来揭秘 好的 最后再推荐一下我的专栏 中国大突围20奖 欢迎您随时来关注和订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学主天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